如果喜欢此影片,请按下铃铛,免费订阅,点赞及传阅,谢谢! 吸引力法则是一种心灵法则 基于信念和思考对个人生活和周围环境产生积极或负面影响的概念 该法则的核心思想事 个体的思考和情感会影响他们所吸引的经验和事件 吸引力法则的核心理念可以总结为 你所吸引的,正是你所成为的基本原理 思考决定吸引力 吸引力法则认为 个体的思考和情感会吸引类似的事物 积极的思考会吸引积极的经验 而负面的思考则可能吸引负面的经验 信念的力量 个体内在的信念系统对吸引力起到关键作用 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某个目标 他更有可能吸引与该目标相关的经验 情感的影响 情感和情绪状态也在吸引力法则中有重要地位 积极的情感通常会吸引积极的经验 而消极的情感可能导致不良的结果 成功案例 成功人士常常会提到他们在实现梦想过程中 运用了吸引力法则 这些案例包括他们通过积极的思考 设定目标 保持乐观态度和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最终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提升吸引力法则的方法 积极思考 努力保持积极的思考方式 关注自己的目标 避免陷入悲观或消极的思维模式 设定明确的目标 明确定义和设定你的目标 这有助于你集中精力 并更容易吸引与之相关的经验 保持乐观态度 乐观的态度有助于创造积极的能量 从而吸引积极的经验 即使面临困难 也尽量以积极的心态看待问题 自我肯定 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 培养自己的自信心 这对吸引力法则的成功应用非常重要 感恩心态 保持感恩的心态 专注于你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积极的经验 这有助于吸引更多积极的事物 吸引力法则并非科学上被广泛接受的理论 它更属于一种哲学或心灵的观念 人们对其效果的看法因个体而异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 它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另一些人可能对其持怀疑态度 在运用吸引力法则时 理性思考和实际行动同样重要 多谢你的观看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